郝总 您跟小金的见面呢 我都安排妥了 需要我来接您吗 不用了 我已经到了 好好好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聊了啊 有什么合作的机会 一定要向着我家的一人 郝总 您好 听经纪人说您很想见我 就是你 好 我有问题想要问你 你说 离心你还记得吗 不好意思啊 我现在正在赶行程 如果不是谈合作的话 先失赔了 如果让经纪公司知道 当红的音乐才子为了出道 放弃陪伴多年的女友 会不会有一些风险 你威胁我 你威胁我 好好回答我的问题 我不会为难你 说吧 如果离心现在站在你面前 你准备怎么跟她解释 我没脸见她 看着我 你这里面必须 aller 你现在一直在等你一个答复 你一句没脸见她 可以当做一切没发生过 还没有放下吧 你觉得呢 是 是我对不起他 但当时我看到那张经济合约的时候 大脑一片恐懒 先来约之后才反应过来 可是又怎么样呢 我当时只能想到多 多 你还算不算是个男人 那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办 结婚吗 结婚就意味着我要违约 那不结婚呢 不结婚我怎么跟他解释啊 我为了事业 为了梦想 然后抛弃了你这样吗 我不管你要怎么解释 现在跟我去把话说清楚 我现在不能冒险去见他 你要躲一辈子 能不能当一回男人 这张CD是他录给我的 里面都是我在嘴巴里唱过的歌 从开始到现在我都保留着 现在 你可以帮我还给他吗 等一下 所以你现在是他的 等一下 所以你现在是他的 帮忙 帮忙 不会是想让我离开浩宇之类的老套请求吧 您好 秦小姐 久等了 阿雷 一杯盛汁就可以了 好 我们是不是应该先自我介绍一下 齐思乐小姐你好 我是金西辰 金小姐你好 我是齐思乐 是宋浩宇的太太 我这次来为什么找你 您应该做个猜想了吧 没时间想 直说吧 不会是不敢想吧 不敢想 你想什么 你不知道吗 我应该知道什么 打扰一下 我这次来找你 是想让你帮我一个小忙 听说你就是凡亦 那位帮余小姐修改首饰的销售员 没想到世界冠军这么关注我 谢谢 我之后要出演一个真人秀 我也想在凡亦定制一枚胸针 在真人秀收官的时候 作为礼物送给自己 那你应该去找佟总才对啊 但首先我需要一位设计师 你应该不会是想让我帮你设计吧 嗯 凡亦有那么多签约的设计师 论资历我都比不上 你为什么要找我 我找你不可以吗 我很明白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见面 所以这份工作我不能胜任 不好意思 因为我很羡慕你 要有多好的运气 才能嫁给浩宇 所以我想让你当我的设计师 是想借一点你的好运气 即使现在不行 我也希望能在未来 得到我想要的幸福吧 不好意思啊 金小姐 作为凡亿的员工 我无法擅自做出决定 我还是要回去和佟总商量一下 那我等你的消息 我刚好想要的能不能说 他也要跟她有什么样子 一会儿的 还要不乱 你能不能继续 我们要求他 那么多紧张 现在就不告诉我 本来以后也很难见面了吧 你怎么来了 肯定是特意在这儿等你啊 有些事情我想当面问清楚 你说 你心里有没有我 那 那个答案 你还记得 我今天一时间就会 我但是剩下 activate 你说一会就会 我还是在那边 两个老师 你活着 我会带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